这关只是个剧情关卡,没有任何敌人和陷阱,找到骷髅头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很幸运从年轻的探险家摇身变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然而他依旧沉迷冒险,最终陶醉在自己的流浪嗜好中,不能自拔,我的父亲从是一个自私的人,并且他很不在乎自己的过激行为会对关心他的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在一系列的争吵后,他突然决定放弃自己的家产,并把全部财产给了我的姐姐。 当时我虽年轻,但很沉着冷静,但父亲这样的决定把我激怒了。 他那时毫不讲理,不听任何人的劝告,我的财富全是我自己拼不来的,如果你真是个男子啊,那你也得靠自己的双手去拼搏。 而不是从我这里分许,父亲他这样说道,暂时世界上大多数的财宝早已被前人发现,遍地金银财宝的宝帝,那只不过是个神话而已。 然而我还是离家出去闯荡了,靠着自己的年轻气壮,从事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工作。 不经意间,几个月就过去了。 英格兰布里斯普尔的郊外,Jim Hawkins纪念馆 保利特导,是在哪儿,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 是在南极洲 南极洲 是的,我劝他不要去,但是 什么,真是愚蠢。都这把岁数了还做这些蠢事 显然,他掉入了一个裂缝 真是的笨蛋 现在已经坐上Hawkins基金会一把手的鞋接 Tina Hawkins 当然也成了这纪念馆的主管 他给了我一件父亲走之前遗留下来的东西 盒子里有什么东西 我不清楚,父亲告诉我如果他去世了,就把这个给你 盒子里有一幅发了梅的地图和他写了一封信 老家伙之前就有离家前留下笔记的习惯 A,你这愚蠢透顶的蠢货 如果你还活着,我建议你拿着这笔图,去南美岛Ukamp的遗迹 传说在遗迹的最深处藏着一个名叫PocoName的黄金门 黄金门里面有数不清的宝藏 我知道你是个傻瓜,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 这可不像是在公园里散步一样 有很多冒险者都死于途中的机关陷阱 即使是门根魔笔间的冒险者,几乎也没有能活着出来的 如果你想进入我的史册里,带回这些宝藏将是你最好办法 你宽宏男良,受人爱来的父亲 祝你好运,你这没用的小丑 真是的烦人的老头 好,我收下你这愚蠢的建议了 我才不会在乎那口袋妖怪,还是口袋妈咪,还是什么的 我一定会拿到那些宝藏,把它们扔进你那愚蠢的棺材里的 几天后,我为我掉路父亲的圈套而深深地感到懊悔 那个恰贱非比狡猾的老混球 打拳,打拳,打拳,打拳点 打拳,打拳,打拳,打拳点 打拳以后,几次了 打拳出了